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刚才听见啊 这里边一直在咔吱咔吱咔吱的响 还扎了好多孔 其实不用扎这个孔 发货不用扎这个孔 那个一直在咔吱咔吱的响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来 我们一起来 啊 我擦 吓死我 大哥 你不能这么装啊 你这么装他会跑的 哎呀 我擦我的我的小胆啊 应该是个麻西啊 吓死我 吓死我了 我找个盒子 你等会儿 好了好了 我找了一个盒子 你这家伙 你这发货 你这能跟你说跟你说 这心脏有点问题的 都被你吓出毛病来了 你不能这么散装啊 这 哎呀 我天呐 有点脱皮问题啊 你这不会都散装的吧 哎 我跟你说 真的 真就 哇操 真是散装的大哥 你这发货也太专业了 来 我给他都弄 倒下来啊 倒下来 你说这个玩儿 万一跑出来一两个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是不是 这还有吗 这是什么 怎么还有网兜啊 啊 你是开始 是放在网兜里 是吗 那检查检查 一会儿 它开始是放在网兜里的 它网兜跑出来了 应该是这样 这个 哦 这个网它都能跑出来了 这可以的 这个网封不住啊 你看这么大个体 这种网封不住 下去 哦 还有一个 哦 这一个小青蛙 小青蛙 小青蛙好红啊 这只 来 我看一下 打开打开打开 我 天呐 这小青蛙都尼儿了 你知道吗 发口发的 哎呀 咬我 后腿已经软了 没有力气了 估计 估计 但是 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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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真的挺漂亮的 应该是 这是一个小南瓜吧 就是 你看 那个 就眼睫毛那块 特别绿 然后背上的纹路也好看 然后颜色也特别红 就是已经有点蔫了 然后我们先给它放回去 你看它的腿已经软了 我们来看四个小麻西 我想这小麻西我怎么处理 我这小麻西 这还是一个再生尾的 看这个 这还是一只再生尾的 四个小麻西 麻西他们好多都买来喂一些东西的 自己养也可以 这个东西就很便宜 那我把它就放到 我想想我给它就放到 放到我的那个那个什么 放到我的那什么里边吧 那个造景里边 就是我的 你叫什么 鲨鱼锡 你都把鲨鱼锡搬过来 好了开了超广角模式 这是我的鲨鱼锡的造景缸啊 我给它里边放了根沉木 是不是感觉有一种 古风古韵的感觉呢 因为什么呀 因为好多人都说 你养这玩意就跟养一堆沙子 是一样的 那既然是养沙子 那最起码给沙子弄得漂亮一点 这块有一个洞 然后这块呢有一个木头 也这木头挺便宜的 前段时间刚买了 多少几十块 小几十吧 这是一根 还有一根 就没摆 你看他在这 他在这 其实其实真的 这养的这两天 发现鲨鱼锡 其实并不是说 一直是躲在里边的 不是的 他也出来玩 你像这只 他是不是就出来玩来了 你再往一会 拍你呢 来给你放几个小伙伴 这下可以吧 这下 就是怎么说呢 就我这个景儿 不至于说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吧 这放点小麻西也挺好 是不是 那等会儿呢 稍微给咱们喷门水 嗯 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不错 你看他胆挺大 是不是 胆挺大 现在胆子大了很 已经 已经不太往沙子里钻了 你当我没说 你当我没说 我轻轻这么给他跑出来 好了 就这样 不弄他了 那这几只小麻西 也挺好玩 是不是 放到小木头上 他们趴着晒个太阳什么的 可以 那好了 本期的开枪视频就到这 哦 爸爸你忘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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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露个脸 好了 本期的开枪视频就到这里 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 意外的小惊喜 尤其是开枪的一下 好了 那话不多说 拜拜 我工程师便品文控5月5日正式发售 现在预订减10元 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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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